柯文哲有特別提到 到底是要扶植本國的生計產業 還是要保護全國的人民的生命安全 是值得思考的 另外針對烏龍通報死亡案件 台北市長柯文哲也有解釋 剛才講過 停課 停班 停工 其實到那種四級封城 這個實在是代價太大了 對整個社會衝擊太大 所以在先階段 我們沒有絕對的必要 不會去做四級封城 所以 只要大家 按照政府的指示去做事 目前沒有封城的危險 但是先講好 是大家有合作才不用封城 如果像其他國家 也不戴口罩也不聽政府的話 辦那個大型活動 我跟你講 保證馬上就死灰復燃 昨天北市首度使用了Google Map 來公布確診個案的分佈密布 但是有北市議員質疑 這樣恐怕會助長恐懼 甚至是污名化特定的區域 請問市長的看法 我跟你講 公布這一張 不知道公布多久了 你看數字都不會覺得 不會覺得驚訝 為什麼把它改成 改成那個 看數字不會覺得驚訝 改成一點一點點就變得很驚訝 所以這個沒有必要 我覺得這是這樣 公開透明還是一個政治價值 我也認為公開透明可以讓我們更清楚的 要怎麼去處理問題 所以我倒覺得這個 這個也沒什麼好講的 就是平常心 以理性物質科學的態度去面對我們實際上要面對的問題就可以了 有許多縣市的首長都呼籲民眾 到市場來採買的時候 要依照身份證字號的尾數自主分流 請問台北市是否有相關的計畫 我昨天也講說 我們呼籲我們的市民 一個禮拜採買兩次 我們也開始要求我們的市場的知識會 開始減攤了 也不會嚇得太厲害 就是要先 每天停試文自己這樣看 我們先看個兩三天 看效果怎麼樣 我還是相信台北市的市民水準 所以我們看個兩天 因為事實上是這樣 你說什麼身份證單號鬆號 難道還要派一大隊警察在市場的門口檢查身份證 所以有時候是這樣 那個訴諸國民的素質 國民的道德 會比政府拿警棍在那執行會更有效 這是我相信的 所以我們就台北市民 我再講一遍 一個禮拜上市場兩次就好 我們要跟那知識會的講 就是開始每天大概減四分之一的攤位 也不需要說絕對強迫 我們看個兩天看看效果怎麼樣 市長昨天有提出 一人確診全家要篩檢的政策 但是台南市長黃偉哲認為 這不是大家一直在做的嗎 為什麼是新的政策 並且質疑難道台北市之前沒有做 另外篩檢的費用是否由市府來負擔 以前是一人確診 全家居家隔離 只是我們要考慮說要不要篩檢 不過是這樣 因為昨天 中央突然丟出一個什麼要社區篩檢站 還有什麼篩檢站 反正都亂掉 所以等那個中央明確說他那個篩檢站什麼做 我們這個政策在做相對應的調整 有民眾反應 他明明是確診者的接觸者 但是沒有被匡列 相關的保險 公司的薪資都受到影響 這個狀況要如何處理 針對傳統市場看身分證分流 台北市認為素質高的話 就用減攤的方式或許可行 稍後更多訊息馬上回來 回到這個匡列的部分